大家好,我是安布 这里是福建的厦门 现在坐的是地铁二号线 厦门地铁现在开通了两条 这里是体育中心站台 地铁上冷数还真的是不多 冷气开得很足 厦门地铁的话 你直接用手机微信 打开那个小程序就可以坐车了 建筑站 不用到那个站点去买票 我是坐到合作这个地铁站我出来了 准备到观音山这边 海边往下 这两栋高的是紫荆矿业 旁边还有个天红商场 这边其实也建了很多高楼 这还有个香山游艇会 感觉厦门正在大力开发这一片 国际会展中心这一带 厦门是一个岛 它四面就可以黄海 对面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妈祖雕像 这边很值得了我觉得 比靠近古乱雨那边安静了很多 人也更少 而且这边还有一大片一大片这种沙滩 特别适合那种来这里休闲 想安静度假的人 整个一大片都是这种沙滩 大家不妨来厦门玩的时候 可以考虑到这边玩一下 就是厦门国际会展中心这边 这里可以看见对面的岛 对面这座岛应该属于尖门县了 好像叫列宇乡 站在这里看 离那个台湾的金门这边 好近好近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磁石 永恒之念的雕像 这些全部都想念着 大陆与台湾的关系 对面的金门县 也属于福建神广 只不过它是叫做台湾 福建神 我们大陆这里有一个福建神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从这里到金门真的很近很近 说句实话 想过去的话随随便便就可以过去 只要看我们想不想的问题 这一带全部都叫黄岛东路 这个游艇会 看起来好像 好久没什么热闹了 这一条黄岛东路 这条黄岛东路 一点也不会比那个黄岛南路 那边差 而且这个自行车道非常宽敞 这还一个跑跑卡电车的赛场 但是现在也是关门的 受这个疫情影响 厦门的旅游 确实影响很大 这么大一片沙滩上 也没多少人 有三个游客在玩这个骑马的 前面一个人在带着后面三个人坐到马上 它下面也是轮子的 生意惨当呀 没什么冷 有也就是三三两两 本来这一片观音山 还有那个沙雕文化的 现在也没有看到 这一片商业区 很多这个餐馆呀 商店啊都没有人 感觉这边环境真的很好 以后大家来厦门啊 除了鼓浪雨啊 环岛路啊 也可以来这边看一看 这一边真的很适合带一家人过来 在这边放松度度假之类的